南海情势声温牵涉中美两国政治军事角力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天发布国防产业政策 由秘书长吴钊燮代打回答 坚持联合国公约法 而对于国防报告书当中指出 中共解放军2020年具备攻台能力 也只强调都有密切关注 国防它不只是国家安全的意境 它更是国家一项重要的策略产业 南海情势声温谈到振兴国防产业 蔡英文神情好严肃 具体方案是执政后十个月内 要提出我国首部国家层级的国防产业策略 但面对国防部的国防报告书中指称 2020年共军能够完备攻台 加上南海议题会不会成为 中共军力扩张的支撑点 绿营准备好了吗 对于任何会造成 疫情紧张情势升高的这些事情 我们都反对 而且会予以密切的关注 而且我们支持公海的航行自由和卑越的自由 那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立场 角逐下一任台湾国家元首 关键问题却由秘书长吴钊燮代打 南海冲突牵涉中美两国政治角力 蔡英文回避选前公开明确选边站 找来保护伞重申三原则 但面对国内选情 对手朱立伦拿三大错 切割总统马英九 肖英反击 这一回不假他人之口 朱主席提出来了三个政策 其实还不足以来说明 就是说朱主席对于国民党的执政的失败 真正的原因在哪 距离选举前的两个多页 这样的说法 其实 有讲总比没讲好了 尽管朱立伦批证所税 十二年国教及邮电双掌三大错 小英仍批还不够 面对朱立伦一面切割就选情 蔡英文每日掏政策牛肉 却始终不见双方 政见交锋 原体会请说刘轩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